大家好,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, 同大家睇個新聞,今日就是兩隻黃色鴨仔,黃色巨鴨, 在香港正式展出第一天, 我都想過去看看隔幾天, 怎知其中一隻竟然是漏氣, 在水面飄浮, 這兩隻黃色橡皮鴨本來在今日6月10日, 是第一天正式展出, 現場消息說,下午1點50分左右, 其中一隻鴨懷疑漏氣, 條絲變在水面飄浮, 剩下一隻鴨一丁油在水面, 現場都有很多人看, 但現在未知那隻鴨是爆開了還是怎樣? 但現在我們這樣看, 這兩隻鴨其實理論上應該吸引到很多遊客, 但現在這樣爆開了一隻, 好像不太好意頭, 即是開張第一天跟你爆開一隻, 相信應該是有不少人故意去看, 但不知道了, 特意去到看,怎知見到黃色鴨爆開了, 他們是有什麼心情呢? 好啦那今集和大家看到這裏先啦, 大家有什麼想講呢? 下面留言啦, 我們下集再見啦, 拜拜!